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老师他觉得他的什么都是珍贵的 佛陀的东西都是珍贵的 是吧 但是呢 护法是这样的 是吧 我是那样的 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们不能以 就是护法有时候 对这个世界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就是说 当然有仪轨 对不对呢 要大家 遵守一个仪轨 否则就是佛法 就不会得到真事 就是没有仪轨啊 就是 那护法的老师或者护法的 一些仪式啊 就慢慢就会 觉得没那么珍惜了 对 但是我觉得 对我 我觉得有些老师可能会 这样做 会卡得很严 会说你就是这样 这个就 就不是能开光那个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 我是就是老师之外的 我觉得以这种方式 也是结个缘吧 跟大家 因为就是 见面不那么容易 说句老师吧 有时候 你看着很容易 但是 大家很多事很多事真的 转转转才能转到一起 就是 而且如果你是实修过来的 你是实证过来的 那吃瓶喝茶也是结个缘 知道吧 以各种方式结缘 就是说 哪怕是一个逆缘呢 也要结 知道吧 无缘不动吧 无缘 有缘就可以 就是 还有就是实修的老师 本来就少 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自己认为你在实修方面 那你能给众生的帮助 有些是众生看不见的 就像一个父母 如果你的孩子是幼儿园的 还是在幼儿园上幼儿园 一个父母给予孩子的照顾 孩子是不能理解的 他是看不见的 但不代表这个父母不做 有些东西叫 影响他生于一生啊 就是说你的一些行为 你的可能影响他一辈子 就是说你的这个孩子是幼儿园 你指望幼儿园的孩子能做什么呢 指望他有个社会 有个道德底线 有个规则 有个游戏规则 幼儿园的孩子怎么能做到呢 是不是 但是父母跟老师 每个老师不同 就是 我有我的方式 我有我做事的方式 所以护法可以说 人家护法都可以说 我也不会说不对 就是这样 但是我有我的方式 我也没有对错 但是大家为了维护佛法 维护真是这些都 我觉得 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是吧 很多事情 但是 你觉得我们道朝没规矩吗 是吧 不是那样的 就是说有的 当你进入无为法的时候 有些道朝看似 永远没有规矩 但不是一盘散沙 知道吧 因为所有人的心都在一个点上 那才是无为无不为 知道吧 有规矩是束缚一个行为的 大臣菩萨道 而且当吃米喝茶都是修行的时候 你说怎么立规矩 知道吧 所以修行的道朝就是红尘的道朝 这个需要 需要不断的 我们自己在智慧上也要圆满的 有时候我们不能要求就是说 来的客人或者弟子是达到一个什么 一开始就能达到什么去理解 随着时间 大家都会理解的 都会知道的 如果是一个石修道朝 如果这个石修道朝的各位石修 或者一个老师 他的证量很高呢 就算他来过一次 不管这个道朝多么脏乱差 多么的好或者坏 就算是他认为这个道朝是坏的 将医生留在他的记忆 就像印记要刻进去 够了 坏的也够了 无缘不度嘛 记住就行 各种技法 尤其有些东西接个圆嘛 就是个圆 有些东西我会进入 不放弃任何一次接圆的机会 这也是我的法行 就这样 不要小瞧自己 真的是不要 大家不要小瞧自己 当你有一天能在解脱道朝 真的能够有一些收获的时候 千万不要 不要有人道的直接去看问题 你就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就知道你有多伟大 知道吗 说出这句话是人力的角度了 觉得自己可能很我慢 但是是每个人都是那么伟大 真的是天上地上为我独钟的 每个人都是 不要放低自己 你的每一个 每一个起心动念 甚至你如果在空心里 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你的每一个远行 包括来到珠海或者去哪里 都不是偶然 都是如此的 宇宙不徒 如此的伟大 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 不要小瞧自己 真的 继续往下修 很难 其他有很多护法说 老师你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甚至有个护法 老师你不能太吃飞 你这个太过分了 吃飞了点 就是你不能 这个开关有护法提醒 或者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大概给其他地 我说你是对的 是啊 它是对的 是吧 有时候说你慈悲出祸坏 或者是什么 说慈悲反而对佛反不略 我说你是对的 但不是我不改 不是这样的 我有我的角度 是吧 慈悲本来无相 你觉得我是慈悲的 是吧 我不觉得 我不认为这叫慈悲 就是这样子 不要有人力的眼睛 可以定义你的空性啊 连慈悲你都不能定义 始终知道 我们在出第一地修正啊 第一次 你再出第一地修正 这个稻草是实修的 你再出第一地进入 不是那些小法 不是那些东西啊 直接想一定要到位 带着人力的习气 没关系 但是呢 直接要改 有习气不怕 有人力的习气不怕 你不断地冒出来不怕 但是你都直接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吧 但实修道场呢 就是很 如果你真的不修行 其实在实修道场很不舒服的 它的墙就是强烈的 往你那个道场推 如果你真的是不愿意实修 只是探讨理论的话 其实强烈的 但在实修道场也挺累的 知道吧 就是压迫 它就是那种 它有正量的挤压 就是那种 不断地压迫 吹毁你的自我 不断地在吹毁 有有形的 有无形的 你怎么做都不对 我告诉你 你怎么做都不对 因为它空性里面 拿空性的力量在吹毁你 知道吧 吹毁 你只要有自我 肯定不对 马上就被压制 你找自我一起 就觉得受伤 自我一起就受伤 知道吧 除非你不定义 你很放松 就是跟道场相应 你才可能 如果是只是探讨理论 没问题 尤其靠近上司的 你好像靠近 真的是 会受错的 会受伤的 真的会受伤的 就是说 慈悲也会受伤 慈悲本来无形 知道吧 它会受伤的 首先破你自我嘛 有形无形的 在破坏毁你的自我 有形无形的 它不是故意的 有形无形 它就是 因为空性的相应 就是这样 不断地在吹毁 它就是你不断地 在吹毁你的东西 只要你发心了 你的习气欲望 就没办法动醒 对吧 你马上就在光明里面 写写出来 怎么觉得自己 糟糕 你在其他地方看不见 在这你就看见了 马上就是你身上 每一个点 每一个张东西 都能给写下放大 甚至 就这样 嗯 但不用怕 坚持修就行 当然不是说 靠近老师就快啊 千万别这样认为啊 不是那样的 也许更难 在哪修都一样 只要你的政界对了 只是世界问题啊 嗯 有一个 我觉得故事也蛮能说明 再到场还是不再到场 不是说有一个 有一个师傅 有很多弟子嘛 有一个弟子 经常偷东西 其他弟子说 其他弟子说 终于今天抓住这个小弟 小徒弟了 说师傅你敢走他吗 我们看见他烦死了呀 他影响我们的声誉 他他他做的每件事 我们都看着烦 把他赶走吧 师傅看了半天说 哎 你们要不走吧 他走了我不放心 他现在啥也没改 他出去怎么活开 他出去用头头鞋用的 他还是留下吧 你们长大的就走吧 是吧 你们出去放心啊 是不是 所以不管留下的 不管出去的 千万不要乱想 是吧 在哪都能成佛 知道吧 嗯 不是留在师傅身边 你就是最好的 也不是留在师傅身边 你就是最好的 不是最好的啊 我说这个道理 不要说 师傅我留在你这 你觉得原来我是最坏的 千万不这样想啊 要是这样想 你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猪故事了啊 千万这样 大家这么聪明 肯定不能要想啊 这确实是有时候 你坐在一个老师的位置上 看出来是有点不一样的 你必须想一些老师的问题啊 你坐在地的位置上不一样 护法的位置上又不一样啊 老师的位置又不一样啊 各做各的啊 做好自己那个就行了 你做好你自己的分力就行了 但不代表你错 护法就做护法的事 按住者啊 就像一个法船一样的 其实每个人都很重要 一条大法船 那个在在那个 船维修螺丝那个 您最后的一个螺丝那个人也很重要 不是掌舵那个很重要 一条法船的维护 那个维修过不重要吗 是吧 看飞向的也很重要 那个掌舵的前面那个当然更重要 他要他要航向的嘛 因为最终这条法船要开向 一条大船开向哪里很重要 他最起码方向要正啊 不能触焦啊 这个是吧 但是那条船上的每一个人 维系的 那个那个零螺丝的 他就要一点一点都要检查 就就要很细 知道吧 如果你那个掌握航向的 如果连个螺丝都去考虑的话 那他他还能去带航向走吗 他肯定要有些东西不能 不能放在他的心里 知道吧 不能去以那种方式去去做 每个人哪怕拉翻的 在打扫卫生的 扫地的 都是一条法船上必不可扫 知道吧 始终是不要于人世界的角度 了解你在稻草 知道吧 如果你准备留在稻草做 留在稻草 千万不要于人力的角度去想 你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 你的所做所为是 是对的还是错的 不要不要有这种想法想 而且是对是错 你在什么位置做好你的奋力 也没有高低贵戒 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最终目的都是要解脱生死 解脱轮回的 不是在做人世界的东西 好像是在人世界的事业 是吧 因为你是人嘛 你才觉得你做的是人世界的事 其实你在解脱生死轮回 而且你的知见已经不在人道 那在人力怎么说六根六彻都假这种事吗 哪个人这样说话 这明明是真的 心肝脾肺生死 活生生坐在这 怎么这叫梦坏泡营呢 你觉得这个之间是人力的吗 你觉得这个是假的 这叫人道的之间 是吧 肯定不是了 一起步你就不是人道的之间了 是吧 这个时空是个幻境啊 你知道你在学什么东西就知道 你在解脱啊 解脱人道的空境啊 时空幻境啊 你在从时空幻境里 你不被骗了吗 活个明白人啊 时空幻境是个骗局啊 我们被困住了 知道吧 共业个个也被困在这个时空里啊 体验这生老病死 沉重坏空啊 你其他的那些烦恼算啥呢 我马上就就生命就快结束了 因为我们都五六十四五十岁了嘛 中年了 你还不觉醒啊 是吧 还不去考虑一下这个生死问题吗 你真的认了心甘情愿就这么死了吗 这辈子就结束了吗 真的执着这个世界的幻境里的一点点东西 一间解释 然后就为了那一件事 一个人一个杯子的事 或者是一个鸡毛蒜皮的事 一直纠结在那嘛 对吧 不是就是这样子 轻松的放下 看开 嗯 修行人都不会把奉行冲弄 留在明天的 哇 生气这都是 留在明天你都错啊 知道 当下解决是吧 解决不了 那只不过是说 就像有个病慢慢好啊 但是情绪要慢慢调整啊 赶紧放下 那种放下 就像不过是因为 那种放下 并不过是跟这种放下 had 做了 相机aso 作词 这样 你试试 你还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